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你們期待了很久很久很久的遮眼袋分享 就是今天了 先說明我不是一個化妝師 亦都沒有學過化妝的純粹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有一個很厲害的黑眼圈、眼袋 一直以來都是我自己的困擾 所以我就很努力去轉型有沒有一些方法 令到不需要做手術、打針都可以看下去是好一點的 大家應該看到成效的了 由這個超級厲害 好像十年沒睡過覺的黑眼圈和眼袋 現在應該看下去是好很多 大家應該很有興趣想知道究竟手法是怎樣 新手用不容易去學 所以我就把自己練習了這麼久的小技巧 或者是我怎樣由零遮到接近 不要說完美 好了很多的這個步驟 逐一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每次看到這個畫面 我都覺得自己好像中毒一樣 今天就為了呈現最真實的狀態 我沒有用任何有顏色的底霜或者防曬的 反而是用了Bobbi Brown的這個維他命營養底霜 質地有點像牛油 平身的 然後退開很快 融入了在肌膚裡 做到一個很好的保濕感 有些滋潤感的 但不會跟一些粉底打膠 搓一些擦紙膠碎的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塗完防曬 想要一個保濕感都會用這個 然後今天主打就是關於這個 黑眼圈和眼袋 淚溝的問題 這一邊比較偏向是淚溝 因為它是凹下去 但是這一邊是雙層的 很明顯是一個眼袋 是遺傳的 我爸爸的眼袋是我的三倍 所以我也想像到這種家族遺傳 我在十年二十年之後 眼袋會越來越厲害 為什麼? 我會說很想割眼袋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今天先回來說一下 怎樣可以利用一些產品 令到這個超重度的黑眼圈眼袋 變成沒什麼樣子 首先的步驟我會先用了調色 去把這個黑眼圈這樣 那麼深 那麼又青又紫又啡的顏色 調色回來 然後再用一個膚色的遮瑕膏 令到它的顏色和我的粉底或膚色融合些 然後就會定妝最後才用一些光暗影的原理 遮我的眼袋 現在就實戰了 我會用這個在日本買的牌子叫做HUMI 一個開架的遮瑕膏有兩個顏色 比較偏向三文魚色的 深色一點 還有一個比較偏向膚色的 我自己習慣就會用一些尖一點的掃 一些小一點的遮瑕掃去拿出三文魚的顏色 然後在手背推開遮瑕膏 第一是可以令到遮瑕掃不會有太多的遮瑕膏太厚 第二就是用手背的溫度把遮瑕膏熱一點 讓它更容易和皮膚融合 我自己習慣就會在最深的這個坑位 先遮瑕膏 很薄就可以了 你會看到其實遮瑕了這個的前面 已經看上去的黑眼圈沒有了很多 這個時候我就會拿另一支遮瑕掃 就是這種有少少斜度 然後有少少闊度 可以代替我們的手指 慢慢把剛才的遮瑕膏印開它 從最深的這裡慢慢印去後面 你會看到那個調色的效果 它由這樣的黑眼圈顏色 已經變回一個近似膚色 只不過它還有一個深的印 它就未完全跟我的膚色融合 然後我的習慣就會是茶粉底 我決定做半邊面給大家看看分別 用一個粉底掃 盡量不要遮瑕到剛才那些調色的遮瑕膏 因為我想知道之後的遮瑕膏 想調整顏色跟粉底比較貼近 所以我就不會遮瑕了黑眼圈 我只做了調色就會上粉底了 只是兩個步驟已經差很遠了 今天的粉底就是RMK完美零霞絲券粉底液 我喜歡它的光澤很漂亮 然後很薄的一層做到均勻膚色 完全不會黏 就算我不定妝其實都可以的 它的質地不會太稀又不會太稀的 有流動性 然後很好推 延展性不錯的 它的遮瑕度我會覺得是中間 不算很高但不是沒有的 你會看到現在這個顏色 在我的臉是明亮一點 但在我的手就很白 因為我手和臉是完全不同色的 下一個步驟是可以拿回剛才的遮瑕掃 但因為這邊我還未遮瑕 所以我就拿一個新的遮瑕掃 用另外淺色的一格 一樣都是先用掃拿了遮瑕膏 然後在手背推開它 一樣在這個位置落筆然後掃開它 再用這個掃 插潤去後面 如果不夠就會再薄薄地 再用多一層 再用再印開它 怎樣才遮瑕破黑眼圈 就是靠雙手 製造一個家的形狀 然後遮瑕唇的光 看看現在現在的黑眼圈 和我們的膚色是不是融合了 還有沒有一個黑眼圈的顏色 然後轉開看到的位置會是淚溝、眼袋、陰影 令它變成了坑 不是現在遮住的 我們首先要定了剛才所有的遮瑕膏 拿一個碎粉 自己用開的就可以了 例如我現在手上用IPSA的這個 盡量在眼底的碎粉保濕度高一點 不要太乾 印一印它 怎樣為之定妝呢 就是當我撲完碎粉摸它 它已經沒有任何黏黏的感覺 我自己為之OK 然後今天的粉底就輕輕定了 下一步我們終於遮眼袋了 拿回MAKE OUT FOREVER的這個磁色溶肌眼影530號色 上次已經有條片跟大家分享過 我很喜歡粉質摸下去超級滑 然後顏色有少少米膚色 然後很好看 用手指去推已經完全沒有界線感 然後很自然融入了皮膚 有些提亮感 所以它作為我這個健康膚色的身上 做一個遮眼袋是非常之好的 我會配上他們的242號掃 其實不一定要用這支 認住這個形狀 比較鬆身一個混染的掃就可以了 但是我用了很多款這種掃 因為我也有很多 最後我發現是用這個242號掃 效果是最美的 用掃拿粉之後 將魚粉抖一抖 然後就是落筆的位置 我自己會眼角鼻中間這裡 這樣掃下去 是不是很神奇啊 沒有了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鼻旁一個三角形這裡 這樣掃 然後就把它拖去後面這個眼袋位 是不是啊 是不是沒有了啊 我沒有咳的 是不是完全很厲害啊 我覺得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再加上記住 在鼻這個位置的落筆這樣去推過去 你就會得出一個 沒有了眼袋 整容級的效果 我現在弄完這一邊給大家看一下 整塊面 整塊面 整完之後 是真的 before and after 完全是各眼袋的 一個前後對比 但是只需要遮瑕膏 然後碎粉 還有這個眼影 就做到這個效果了 按摩 搞定了這半邊面 眼袋內混黑眼圈 應該好很多 然後不同的角度 轉這邊 轉這一面 都不會太過穿奔 除非你這樣 就會看到 但平時 向上 向左向右 都平伏了很多 化妝回來 是不是整件事自然很多 沒有中間剛才那麼白 因為加上鼻影 眼影 眉 然後陰影打亮 胭脂之後 其實是會和諧的 不會像剛才那樣 整個臉只有粉底 然後再加上這裡的遮眼袋那些粉 其實你外出是沒有人覺得 中間這裡白了一塊 變回一個很好的立體感 然後臉的輪廓都會出來 是正常人 所以我就覺得整件事都好像魔法一樣 好像用了東西揀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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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揀了 眼袋內衣很感動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一些 跟我一樣受黑眼圈 眼袋內衣困擾的朋友 原来这个世界是有方法简简单单 都可以令到样子变回自己心目中理想点的状态 不要说由不漂亮变漂亮 但可能自信会好些 或者你一直以来困扰了很大的问题 虽然我们这是指标不指本的 但不要紧要有标指标 指本的东西慢慢再继续来 希望这个分享对大家有用 如果有任何化妆上的东西有问题 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都留言告诉我 我们交流一下才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啊 真是怎样看都没了个眼袋的 大家试完成功的话记住告诉我 让我知道自己拍片是有价值的 拍了很久 然后又想怎样的角度 怎样去呈现给大家看这个效果 然后我的超级素颜 又很害怕会吓到大家 总之心理压力 我又很害怕自己这个方法 不是一个很正确的 纯粹是分享 我很怕不想说是一个教学 总之有点 对了 对了 那个压力呢 希望大家真的喜欢啦